北明有声 忽然看到老人手里还有一个破旧的信封 看见信封 女人和诚哥的脸色都变得很差 老大爷不明所以 你们在看什么呀 大爷 你也是来送信的吗 诚哥对这老大爷印象还算不错 我送什么信呢 他向信封扬起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看见这门上有封信 也不知道是谁寄给我的 关键是我不识字 奇怪了 这年头连我这个半只脚迈进棺材的人 都知道打电话 竟然还有人寄信 你还没拆开 诚哥损音瞳 发现那封信确实没有拆封 他稍微松了口气 正好你们也在这 我想让小温帮我看看这信上写的是啥 不等诚哥再开口 老爷子就把信封给拆开了 他将死亡通知单拿出后 脸色变得很难看 娘咧 好像是医院寄给我的 你们快给我看看 老大爷把向暖的死亡通知单 举到诚哥和女人面前 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 诚哥觉得这位老大爷可以争取一下 可他还没说话 女人就拿过了那张死亡通知单 如实念出了上面的内容 这不是瞎胡闹吗 向暖才多大 是不是搞错了 女人念出了通知单最后的那句话 如果不将死亡通知单交给向暖下一个 就会轮到他自己 老大爷听得很清楚 但是他听完之后仍旧要回了那封信 大爷 你还是把信给我吧 我已经收到了好多 不差你这一封 女人不想淋漓大爷 他知道老大爷没有害他 这已经让他很感动了 这些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明天我就去问问 看是谁想的这缺德主意 老大爷有些生气 不用 你也是这小区的受害者 他们凭什么把所有怨气都撒到你身上 你甭管了 退房归退房 现在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明天非要跟他们好好理论一下 老大爷说完就拿着信封下楼了 看来这小区里也不全是坏人 诚哥看着老大爷的背影 或许在门口世界里 老爷子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那位大爷叫什么名字啊 他姓黄 住104 是这小区最老的租户了 提到那位老大爷 女人的脸色稍有缓和 黄大爷年轻的时候受过工伤 鼻子和耳朵做过手术 后来在医院里打扫卫生 给人看太平间 和师弟打交道 嗯 他干了大半辈子 也没攒下什么钱 人很不错 就是脾气非常倔 女人露出一丝苦笑 他无儿无女 住的房子是他老板租给他的 之前我曾要给他介绍一位大妈 他说不想连累人家 就没跟人家见面 这老爷子 过得也是潇洒啊 没病没在的还好 平时我也会去照顾一下他 但要真的出了什么大病 只能靠社区了 老大爷没有把信塞给女人 就让女人心情稍微变好了一些 对了 他刚才叫你小温 我叫温晴 晴天的晴 温晴 向晚 诚哥点了点头 记下了这个名字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你先守在屋子里 我去其他租户那里看看 随便说了两句 诚哥拿着手机离开了 他呼唤出许音 在京华小区和九红小区之间走动 进入每一栋楼查看 但让他很惊讶的是 这两个小区里几乎没有活人 那些租户都去哪了 手机电话打不通 敲门没有人回应 诚哥让水鬼红一 进入他们屋内查看 也一无所获 只能闻到他们房间里 淡淡的恶冲 随着时间流逝 小区里的那股臭味越发浓力 诚哥心中也感到了非常的不安 他站在小区楼顶朝四周看去 九红小区和京华小区仿佛距离周边的灯火越来越远 好像整个小区都在朝着深渊滑落一样 这种感觉非常的怪 这个小区本身就存在着大问题 明台肯定是在这里布置了什么东西 诚哥和影子交过手 以对方的性格 百分之百会留下各种底牌 来保证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现在那些底牌没有暴露 只能说明台还没有被逼到需要暴露的地位 时间过得飞快 为防止出现意外 诚哥转完两个小区之后 立刻回到了向晚的江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没看见人 所有电话都打不通 我感觉今晚肯定会出问题 你的那些邻居 好像在计划着什么事情 诚哥把白猫从包里放出来 关上了防盗门 你放心 我不会在这里过夜 凌晨一点以后 这里如果没有什么异常 我会马上离开 话说到这一步 女人也不好拒绝 她将所有信封都塞进了盒子里 准备到明天早上拿到小区外面烧了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 不用了 我没有在别人家吃饭的习惯 诚哥现在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的状态 他知道血蒙会出现在向阳床边 而被诅咒医院的人 也肯定会过来争夺这扇门 晚上十一点半 楼道里出现了脚步声 那声音越来越嘈杂 有人在上楼 有人在下楼 但是诚哥趴在猫眼上往外看的时候 楼道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来了 十一点五十 屋内电灯闪动了景象 毫无征兆地熄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 跳闸了 我去看看 别乱动 待在原地 千万别靠近窗户和门 诚哥大声喊道 他使用鹰铜朝向暖的房间看了一眼 那孩子仍旧躺在床上 似乎睡得很熟 放弃了客厅 诚哥和女人全部进入到向暖所在的卧室 晚上十一点五十五分 客厅传来的敲门声 女人和诚哥都紧张了起来 幸好你今晚留下来了 要不我一个人 还真的有些害怕 女人听着那些鸡血重复的敲门声 后背发凉 要不要去门口看看 你就站在我身后 哪儿也别去 被组织的医院有多恐怖 诚哥也不知道 他能做的就是 小心再小心 敲门声响了一会儿后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向暖 我叫聂心 我来带你回家了 聂心是谁 女人小声问道 一个死人 诚哥紧紧盯着客厅的门 在十一点五十九分的时候 客厅的防盗门发出了奇怪的声响 随着卡黄的转动 原本上锁的防盗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铁门被缓缓推来 客厅外面就是空无一人的楼道 开门了 他们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 向暖的妈妈听到了声音 她现在心惊肉条 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自己刚才走过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家 整个双瞳缩小 盯着眼前的黑暗 楼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双方之间紧紧隔着一个客厅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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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走动的声音 好像手腕滑出的血液 无端滴落在地 当午夜十二点来临的时候 椅上完全被血色覆盖的门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向暖的窗边 这是一扇真实的血门 上面散发出的血腥味 比诚哥之前见过的任何一扇门 都要浓郁 无数的血丝和诅咒在房间里蔓延 楼道里的脚步声陡然加快 诚哥也直接从背包里取出了碎炉锤 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楼道里 可就在这一时 诚哥身后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 向暖 向暖 诚哥回头看去 云门在床上熟睡的向暖不见了踪影 而立在他床边的那扇门 却已经被人打开 向暖进去了 这扇门不是虚构的恶梦 是向暖自己的门 在向暖进入门后的瞬间 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多思考 就也进入了门内 现在诚哥别无选择了 但提着背包抱起白虎 转身迈入血门 他尝试着想要关门 但是他的手还没有触碰到满是血迹的门板 身体就被血色淹没 缓缓睁开双眼 诚哥朝着四周看去 他发现自己仍旧待在向暖的家里 房间布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只是房间里的家具大多已经损坏 到处都是摔砸裹的痕迹 这就是向暖的门后事件 和现实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甚至连那股鹤臭也消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